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那最近我又折腾了一下我的软路由 从之前的Coursera论坛Lead系统 变到了现代的N3论坛L大 OpenWrt 那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一个转换呢 因为之前的Lead系统 它的科学上网插件已经不更新了 所以我还是用之前的版本 然后轻轻就表现出一些 非常不稳定的情况 就时不时它就会断一下 所以我就想尝试换一个新的系统 然后就变成了N3论坛的L大系统 那这个系统的话 我目前使用下来最好的一点就是 科学上网目前用起来非常的稳定 然后它的CPU温度 即使你跑到了我家宽带的这个峰值 它的温度也不是特别高 依然在30多度左右 而之前的Lead系统 当我跑到峰值的时候 它就是6,70度 所以我觉得L大系统 肯定优化会更好一点 然后我也对 它这个科学上网 进行了一些速度的测试 然后我来说一下这个情况 然后这里我要说一下 很多人都问我软路由是干什么的 其实软路由就是 当你把你的软路由按上之后 然后把节点放到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通过 你的软路由器可以上网 所有的设备 只要连上你家的网络 就可以科学上网 对 就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东西 那很多人在没用之前 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没什么用 对 没所谓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了软路由之后 你就会觉得你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家的网络情况 那我家是联通宽带100兆 然后是光毛连接软路由 软路由连接无线路由器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先来说一下测试的节点 那我之前自己搭了一个WAN VPS 然后节点是英国的 然后接下来我又买了一个机场 叫Blink Cloud 是我目前用过比较好用的机场 然后它上里面有很多的节点 然后我的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IPLC 就专线 所以速度会相对来说稳定快一点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我测试的情况 分别是正常情况和晚高峰 然后分别对YouTube 进行了上传测试和下载测试 下载就是我们正常开YouTube 然后两种节点 在正常的情况下 都可以把我的带宽跑到满 就是10兆 大概是10兆左右 然后同时可以看两个8K的视频 就白天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上传的时候 也是可以把我的带宽跑满 就三到四兆 所以你作为一个YouTuber的话 用这两个节点 在白天上传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晚高峰 那晚高峰的时候 先来说一下我自己搭建的节点 那同时开两个4K视频 就有点卡了 但是你看1080bit的视频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机场的IPLC专线 它依然可以同时看两个8K的视频 然后速度维持在10兆每秒左右 就直接把我带宽依然跑满 就非常的稳定 那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晚高峰上的视频 因为我剪完片子都是晚上了嘛 那我要是用1VPS的话 基本上它就不动 有可能时间是15小时 20小时 一天两天 但如果我要是用IPLC的话 它的时间就跟正常一样 直接把我带宽跑满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所以现在我比较倾向用机场 而不是用之前自己搭的VPS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 之前自己搭建的VPS 它总是会在严打的时候就直接给你挂掉了 IP就挂掉了 你无法防问 然后你就需要重新再申请新的IP 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 有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 然后有的VPS可能还不让你申请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机场的话 他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去维护 所以我觉得机场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我会把我用的这个机场的链接 放在视频的简介区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下方的IRE码 然后去注册 OK那么现在言归正传 我来教大家如何去安装OpenWrt系统 在安装OpenWrt之前 你需要准备一个U盘 把它钻上PE系统 可以是老毛头PE 也可以是任何一个PE系统 那我用的是老毛头PE 然后把之前准备好的竞线文件和写盘工具 放在这个U盘的根部录 这样进入系统之后就可以找到他们 然后这里我用的写盘工具和这个系统 我都会打包好方的这个视频的简介区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 然后我们把U盘插到这个软路由上面 插到这个带颜色的这个上面 这个是3.0会快一点 插到上面之后我们开机 那我这里是RF11 然后进入这个启动菜单 然后选择老毛头这个PE系统 然后我们启动 启动之后我们直接进入分区工具 进入分区工具里面 先把之前的分区删了 就是软路由里面这个 因为我们要替换一下这个系统文件 然后删完之后我们再进行新建分区 然后选择EXT4这个格式 选择好之后我们点击保存更改 它会让我们格式化 那我们就格式化一下 然后这回我们的这个软路由里面 就什么系统都没有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进入我们的U盘 找到我们的这个写盘工具 然后双击 然后打开之后 你这时候一定要看对啊 就是这个要写入的磁盘 一定是你的软路由的磁盘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硬箱文件 然后我们选择写入 这个过程很快 因为它毕竟比较小 不到一分钟就完事了 OK那我们现在就写盘成功了 写盘成功之后 我们就直接点击关机 然后我们就等待重启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在你第一次重启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把网线和你的电脑连上 然后这一边连上这个软路由的line口 那以我现在手里这块软路由为例的话 离这个音频接口这边比较近的 这个口的就是line口 大家到时候千万别打错了 那这里如果你没有提前接入的话 那可能你在进入后台的时候就进不去 它就会出现by the gate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接入 就第一次的时候一定要接入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给电开机看一下 等你的屏幕上出现这种乱码的时候 乱七八糟的 你也不太看得懂 那就代表我们的系统刷刷成功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电脑是不是地址已经变成192.168.11.1了 那如果是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入后台 那进入后台 它的这个密码就是password小写的 psswrd 我们先进入后台 进入后台之后 我们先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 我们先进到line口里面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口 我这台软路由 所以的话我不需要设置line口和vanc口 因为一个是line口 另一个就是vanc口 然后进入之后先进入line口的设置 这时候我们先不改ip 我们先把ipv6关掉 就能关的全都关了 如果你不关这些东西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你的电视 你的安卓手机 它就会上不去网 上不去外网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建议大家都把这里关掉 这里关掉之后 然后我们再出来把这个ipv6这个东西删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设置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先点击line口的设置 进去之后 我们就先改line口的ip地址 因为一般我们的光猫都是192.168.1.1 那为了不引起冲突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建议是改成192.168.60.1 但其实你改成什么都无所谓 刚好之后我们点击保存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重新登录一下我们的后台 就是192.168.60.1 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界面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客人上网 然后首先我们点击服务 然后点击SIDO召给它RPLUS这里面 然后点击服务器的电 直接就可以看见SSSSRV2ray的订阅地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之前机场 购买的机场的那个里面 直接粘贴到我们的这个订阅地址 然后直接粘到这里面 粘到这里面之后 我们选择更新URL订阅列表 然后我们再选择更新所有服务器节点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在转 等它转好了之后 我们所有的节点都会列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自己搭的节点的话呢 在它的左下角是有个添加二扭的 然后进去之后大家就可以自己添加了 OK那所有的东西都设置好之后 我们点击保存 然后到客户端里面 进入到客户端里面 我们这地方选择绕过中国大陆IP 然后我们再选择自己想要用的这个服务器 然后点击保存 那自此所有的软路由设置都完成了 你就可以直接科学上网了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你的路由器 要变成AP 就单纯的作为一个路由器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要是来推荐软路由的话 我就推荐我现在在使用的这一款 CPU型号为N3150的这款CPU 那首先第一点它支持AES指令机 那第二点它只有6瓦的功耗 它真的非常的省电 非常适合作为路由器 一直插电使用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是有双千兆网口的 就正好去做软路由不多也不少 那关于这台路由器的话我跟厂家那边沟通了 给大家搞一个团购 价格是650块钱一台 如果你们之前看过开箱这个软路由视频的话 就知道这我买的时候花了600多块钱 所以650的话真的不算贵 毕竟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东西它都涨价了 比如说内存 比如说SSD 它都有价格的一点浮动 而且厂家那边答应了 如果订单量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他们就帮大家免费安装 然后给你们优走 如果订单量比较不够用的话 那可能就是优到我这里 然后帮你们安 然后再给你们发走 对现在只有这两种方式 那我的店里还有勾1900的那款路由器 大家可以在那买 然后也是参与一次团购的 但是我并不建议买1900那块路由器 因为这款就完全够用 然后很多人说买i3i5i7 其实我也不建议 因为那些东西 如果你只做软路由的话 有点性能过剩了 就浪费 而且买那些东西价格还挺贵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够用 即使你家是1000兆宽带 它也能发挥出200到300兆 差不多 那这块路由器的团购地址 就是我的淘宝店 你们直接去下单就好了 等全都下完单之后 我们再去跟厂家那边 说有多少量 然后他们再发货 然后下单地址的话 就是我会放在简介区的一个链接 会给你们一个链接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找 用平空上方的二维码 哪个都可以 那可能很多人看这个视频 他都是新手 让我来说一下 我是如何连接这台软路由的 那首先是你的光猫 然后软路由 然后你的无线路由器 你把光猫的LINE口 接到软路由的WAN口 然后把软路由的LINE口 接到光猫 接到路由器的WAN口上面 然后就可以无线的上网了 就直接可以上网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这个路由器 最好设置成AP 就变成一个单纯的无线功能 就可以了 然后把你自己的软路由 当成一个真正软路由在用 OK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让帮我点赞 关注 留言 评论 分享 弹幕 如果是YouTube 网友 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